印尼 印尼長期飽受埋害之苦 眼看肝季即將來臨 駐印尼代表張良任代表台灣 捐贈6000個N95口罩 給印尼紅十字會 提供為埋害所苦的災民 和救難人員使用 於去年 印尼發生非常嚴重的 山林的火災 不斷造成空氣的污染 也造成經濟上的重創 肝季即將來臨 每一年都會發生 這樣的一個狀況 希望這一批的口罩 對救難人員 或是受災區的居民 會有所幫助 印尼去年遭受嚴重埋害 影響上萬民眾健康 造成本地和鄰國 經濟損失慘重 台灣捐贈20萬美元 協助災後重建 印尼紅十字會代理主席 特別感謝台灣援助 我們能夠遭遇這個問題 我們仍然會有這個危險 所以您的助餐 非常感謝台灣的助餐 就是錢和帽子 張良任表示 台灣未處地震和氣候的敏感地帶 培養出應付環境變遷的能力 樂於向國際社會分享防災經驗 這次捐贈印尼N95口罩 代表台灣對環保議題的重視 也希望台灣能盡快加入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謝謝 谢谢大家